就在刚刚 董卓领兵二十万进京 对城中的百姓烧杀抢掠 横征暴敛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街道上 士兵骑着快马横冲直受 百姓们无辜遭殃 而坐在马车上的董卓 却笑得合不拢嘴 人们被他虐得越惨 他就越高兴 越觉得自己的威严更高 这是何等的变态 也就是这种残暴的行为 引起了朝中百官对董卓的不满 如果当初何进听取了大臣们的建议 不让董卓带兵入京 百姓们也可讨此一劫 而此次董卓带兵入京又有什么阴谋呢 难道只是为了树立威严吗 原来在护送刘汴和刘邪回京时 他一路暗中观察二人 认为陈刘王刘邪聪明过人 可成大器 于是便蒙发了废旧立新的想法 但董卓这样做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国家设计着想 而是想迅速在朝中树立威信 当然废少帝立新军自然是不二之选 一旁的李如连胜较好 还为董卓分析其两大好处 一是古往今来众多型废立之士的人 皆成千古名相 一代人节 董卓必定也名垂青史 二是此次董卓救驾有功 力压群臣 此刻宣布废心地谁敢不从 即可携天子以令群臣 进而以谋天下 董卓听完后哈哈大笑 还夸李如就是自己的智囊 但接着李如也告诉他 此举还有一害 便是以前那些立新军的官臣 没有一个下场是好的 全部横死报亡 而董卓却一脸自信 把这些前人的教训 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进京后的董卓早已按捺不住 赶紧设宴邀请君臣 出于礼貌董卓举杯敬酒 但众臣们却不给面子 敬酒不识吃罚酒 这可惹怒了董卓 因此他直奔主题 直言要废少帝而立陈流亡 在众人沉默片刻后 帝人直接掀翻桌子 和董卓硬刚 而董卓也拍了桌子 说今日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片刻间 吕布立马上前护主 最终在礼儒的说辞下 丁元愤怒离场 而众臣也提议 今日之事改日再提 就此疏散了百官 此日丁元领兵讨伐董卓 而他究竟有什么底气 敢和董卓较量呢 显而易见 当然是他勇猛无敌的一子吕布了 董卓的几位将领还没开干 就直接被撂下马 就连董卓也被他打掉了头盔 由此猛将 他也只好退兵而逃 婚姻后 董卓怒斥道 此时 部将李肃说 他有一计 说可以想吕布 为我们效力 但需要牺牲董卓的赤兔马 为了吕布 一匹宝马又如何 于是便答应了李肃的请求 随后李肃便带着赤兔来见吕布 两人便饮酒畅谈 李肃此人足智多谋 在言语间 故意挑拨吕布和丁元的关系 而吕布却拥有无谋 被李肃耍得团团转 从吕布的口中得知 他立志报国 可惜遇不到一位明主 而李肃却骗他 董卓乃是这世间明主 他与所有大臣都不同 敢做众臣不敢做的事 敢做众臣不敢说的话 敢担任不忠不孝之命 吕布听完后 居然傻傻点头 接着李肃直接拿出准备好的钱财 赠予吕布 并说宝马和钱财乃是董卓相赠 董卓对吕布可是诚意满满 这下吕布彻底沦陷 当晚便杀了自己的义父 次日 吕布提着丁元的手机来到董卓帐中 吕布看到董卓如此有诚意 当场就叫上了爹 从此便成为了董卓的义子 第二天董卓再次召集群臣 商议废地之势 则让吕布带重兵把守 而有了一子吕布的支撑 这次他更加放肆 直言有不从者就斩 此刻意气风发的袁绍起立反对 而你 却几次三番枉意废敌长而立数 岂不是蓄意谋反吗 董卓心想 在座文武百甘都不敢说话 一个小小的袁绍竟敢如此大胆 不杀了他 我董卓面子何在 好在有李如出来说话 和解了这场矛盾 不让袁绍难逃一死 随后袁绍收剑告退 而董卓直接当众宣布了费力的日子 并警告各位务必到场 马上就到了费力的日子 董卓在吕布的护送下 缓缓走入大殿 突然有一人出来刺杀董卓 不料直接被董卓当场杀死 这下在场的大臣更加畏惧董卓 费力大殿上 李如宣读诏书 底下的大臣敢怒不敢言 董卓服九岁的陈流王为帝 是位汉县帝 而董卓被封为相国 从此战败不明 入朝不屈 剑旅上殿 叶秀皇宫 汇乱内庭 此举引起了满朝公愤 天下公愁 即刻一场针对董卓的战争 即将拉开帷幕 关注我 下期为大家持续更新